当年关羽拒绝东吴之主松泉之子 联姻关羽之女 拒绝倒也罢了还骂人家狗儿子 好了这一下表罪了松泉 后来东吴偷袭警州 关羽败走卖场 被东吴都督吕门砍了脑袋 那么到了最后呢 关羽的女儿到底嫁给了谁呢 史书未记载关羽女儿名字 后世相传名为 关羽与关羽批和关粪的 并且有说法认为 关羽的女儿嫁给了蜀国名称 李辉之子李仪 李辉跟随诸葛亮 讨平南中四郡叛乱 立下赫赫战功 拜安汉将军封汉兴提侯 令建宁郡太守 在此基础上 李辉之子李仪也长期 镇守在蜀汉的南中地区 所以对关羽的女儿 按照嫁给李辉之子李仪的说法 自然也来到了蜀汉的南中地区 最后关羽的女儿 在建宁渝园去世 现成江存有夫妻二人的和睦 在帝发制的史料记载中 记载关羽之女 随李辉父子南中立下了汗马功能 战争之子后 关羽之女和她丈夫李仪 在渝园住了下来 亲自教渝园人民纺织 种地 教渝园人民读书十字 大家都很敬奏她 都称她为关三小姐 对此你怎么看呢 陈与万里 感谢观看